我发现一个野果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特别特别甜 你们要是遇到了 一定不要丑过 我先替你们尝一下有多好吃 大家好,我是阿亮 好久不见 今天有人过来买牛 就带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牛价 一个牛的行情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固定的集市 没有固定的牛市 如果说他们想买牛 就会到处到我们各个乡镇 村里面去逛 看一下哪家有牛卖 就去谈一下 如果价格合适 别人都会卖的 他们就直接用车子拉走了 都是这样的 不过想看牛 不是随时都能看的 因为牛都是放养在山上 都是需要时间去找的 你也不确定它在哪个方向 这边山都比较宽旷 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找 你就在等一下 这边东西要再给谁 这边东西要再给谁 东西干的 东西干的 二点也好吗 他这边有红吗 夾这个小牛杂 一对母子牛 看一下他们最终的价格是多少 还这头也准备卖掉 主人家要价是一万二 还有这些牛饭子还没有给价吗 看着他们刚才谈了一下 这个母牛加上这个小牛 它是一对母子牛 是怎么说的呢 小牛是算两千块钱 大牛算五千块钱 七千块钱 这牛饭是这么弹的 他们是看上这一对的 这一对母子 这个母牛加那个大一点的牛 老是一万六 五加一万六 这牛有点凶 哇 一吧不献是不是 就说大家 我觉得他们好能说啊 真的 因为他们也是长时间 做那个牛的生意的嘛 特别能说 你们知道最后的价格 是多少成交的嘛 那一对母子牛 加一个公牛 是18,200块钱 200块钱是后面加的 我也不知道这个价格怎么样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朋友们观看 下次再见 拜拜